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月15日,星期三北美时间的下午,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 前几个视频呢,我讲了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还有呢,它的影响 最新的一个视频呢,我也是讲了就是历史上的今天,蒋经国在1988年的这一天去世 对它的一些这个历史定位,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天呢,我就想讲,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视频,关于台湾的 也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topic,大陆和台湾最终统一的一个前景的分析 我首先呢,大致的说一下三种武统的可能性 就是说在哪三种情况发生了,大陆有可能会进行武统 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可能性呢,都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非常不可能发生的 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必须哪四个条件同时发生了,才有可能两岸和平统一 所以,我这里说的武统的条件呢,是三种可能性,只要有一种发生,就会引起这个武统 但是我这个合统的条件呢,就是必须四个条件全都发生,才会有可能进行这个和平的统一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一点一点的说 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大陆,也就是北京政府,对于台湾的这个统一的政策呢,有两个基调 一个就是武力统一,武力统一之后呢,实行一国一制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直都宣传的,宣传了几十年的,叫做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之后呢,会实行这个一国两制 跟现在香港和澳门实行的这个政策是一样的 就是中国大陆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而这个台湾在进行和平统一之后呢 会保持它的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也是北京一直在宣传的 将来呢,基本上这个大的政策也不会变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被当成了一个金科玉律 而且呢,它在这个道德上也是比较有这个制高点的 就是说,现在呢,毕竟大家都比较反战 21世纪了,而且呢,也比较尊重这个人的人权 尊重已经有这个民主自由的那些人民继续享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什么情况发生了会发生武统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方面不得不用武力的方式来进攻台湾 从而完成两岸的统一 第一个条件呢,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台湾政府宣布独立 就是真正的宣布自己是成了一个独立的这个主权国家建国了 既然这个是正式的宣布 而不是说现状是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实际上的情况 台湾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 这个在英语中呢,一说到台湾呢 就是说de facto country 就是说事实上的,继承事实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有自己的总统 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 唯一没有的呢,就是在联合国没有这个代表中国的席位 而且呢,现在呢,他是没有一个这个国号的 就是他没有这个代表中国的一个 这个很多组织中的一个资格 因为毕竟呢,主流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代表中国在很多国际组织中 而并不是说中华民国也是现在的台湾 当然呢,台湾作为中华民国 以中华民国为名 也是在很多这个世界组织中 也是作为一个成员的 比如说世贸组织 还有这个奥运会中啊 他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成员 所以他可以说是比较相对独立的 参加一些体育的竞赛啊 还有一些国际贸易之中的 台湾真正宣布独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比如说建立成一个台湾国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基本上是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九十 基本上都会武力统一了 因为这个呢,是中国共产党 毕竟是画的一个最最基本的红线 台湾的领导人,他们独立宣布 这个台湾独立呢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觉得呢,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美国如果跟中国真的撕破脸了 把这个驻军安到台湾 也就是说台湾变成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 就跟现在的日本和现在的这个韩国一样的话 那么中国政府很可能会以一场热战的形式进行统一 当然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 因为美国自从72年这个尼克松访华之后呢 79年跟这个卡特总统中美建交之后呢 基本上是中美也进行了一个这个蜜月期 而这个美国的军队呢,基本上可以是进入台湾海峡 在这个中国周边呢,台湾周边呢 进行一些这个骚扰啊 或者恶心一下这个北京政府呢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想过 真正就像对待台湾 就跟对待这个日本和韩国一样 完全是自己军事上进行一个接管 军事基地安在那里 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而且美国现在主要也是在这个中东的很多局势呢 无法抽身 包括这个阿富汗 包括伊拉克 还有现在比较这个热的这个伊朗问题 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兵力 完全是挪到这个台湾这边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 所以这种可能性呢也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一旦发生 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美热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第三种情况中国政府会对台湾进行巫统呢 就是中国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产生了一个统治上的危机 社会的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危机 而这个危机呢 必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危机 要比这个文革的时候还要严重 经济上有很大很大的滑坡 不是说现在这种经济放缓啊 因为现在经济再放缓 它也只是从10%以上的这个GDP的年增长 降到8% 现在降到6% 甚至5% 它也是稳步上升的 持续的一个经济的滑坡 也就是全国大陆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都有很大的这种降低 就跟之前的伊拉克和这个 入侵伊拉克之后的这个 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一样 就跟委内瑞拉一样 就跟伊朗一样 但是这种情况呢 也是可能性非常非常小的 因为毕竟中国在这个经济上的决策 还是比较稳健的 而且呢今天也是刚刚中美签订了 第一阶段的一个临时的贸易协议 所以说最困难的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啊 对美国的这个也是选择了一个妥协 继续合作而并不是一个对抗 所以中国经济完全崩溃的可能性呢 非常非常小 真正像这个日本一样 产生失落的30年的可能性呢 也是不大 有以前有传言呢 说这个邓小平当时 传位给江泽民的时候 就给他说 说如果有一天呢 真正共产党出现了这个统治的危机 到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通过武统台湾 来把你这个权威调集起来 把这个内部矛盾转移成这个对外的矛盾 但这种情况下也是非常非常小 我觉得最近几十年呢 不是很容易发生的 因为毕竟呢 历史的这个潮流大势 中国毕竟呢 还是一个向上蓬勃发展阶段 可能性也非常小 所以这三种武统的可能啊 基本上都不太会发生 武统 我个人认为呢 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包括现在的习近平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这么做的 那么现在呢 我就来说一下 哪种情况才可能海峡两岸是和平统一 也就是说为一国两制带来这个前奏 因为和平统一之后 北京政府一直承诺的就是 如果和平统一了 那么统一之后呢 台湾的总统也会去这个北京政府任职 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 台湾总统肯定会成为副国级的人物 能不能成为正国级 不知道 因为正国级说的就是中共的常委 而这个副国级 比如说国家副主席 或者说是人大的这个副委员长啊 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些呢 还是很可能会留一个职位 一个将来的这个和平统一之后的 台湾的领导人设置的 也是显示这个北京的一个诚意 但是呢 这个和平统一 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呢 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我甚至觉得 它的这个可能性呢 比武统还要小 为什么呢 因为它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我个人总结出来的四个条件 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是经济条件 第二呢 是政治条件 第三呢 是这个民意 也就是说台湾的民意 不是说中国大陆的民意啊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外交 这四个 缺一不可 经济 政治 民意 还有 外交 然后现在详细给大家说 第一个呢 是经济 这个呢 我想说一个很大的大陆同胞 或者说是北京以前政府的一个非常幼稚而美好的幻想 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经济呢 是在腾飞的 过了几十年 如果中国的经济 老百姓生活水平一直上涨到什么程度呢 跟这个台湾的水平差不多的话 或者说比台湾更强的话 到时候呢 台湾的人民会为了这个经济上的实惠 来主动跟这个中国大陆寻求一个统一 这个呢 是太幼稚了 这个理想是很美好的 但是现实呢 是很骨感很残酷的 我们从去年发生的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可以看出来呢 即使中国的这个经济腾飞之后 跟香港的接近之后呢 这个香港它的民意上 它也不会让香港人觉得 我就愿意主动的接受你的这个制度啊 还有接受你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领导啊 去年下半年的反送中 包括刚刚发生的这个台湾总统选举 与民进党蔡英文高票当选 基本上呢 否定了这种可能 就是说经济 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但绝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 更何况现在呢 中国的这个人均GDP 仅仅是刚刚上了一万美元 而这个我看台湾的人均GDP呢 是两万四千美元 也就是说 大陆的人均GDP还不到台湾的一半 所以呢 必须承认这个大陆的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是跟台湾是有差距的 什么时候能赶上呢 可能还是需要驾驶时 但是赶上之后呢 这个也不会就是充分的就能保证 台湾愿意主动的和平统一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最难发生的我觉得这四条件之中就是政治 因为香港的事情台湾的事情已经决定了 香港和台湾的老百姓 他们这些曾经 或者说现在拥有一些民主的这个权力啊 比如说投票权呢 不管是哪种程度的投票权 多少都是有一些的 比这个中国大陆要强不少的 这个可以说是零和一的区别的这个民主权力啊 政治上的权力 他们对这个看的是非常重的 你经济好了 也不一定愿意相主动跟你统一 那必须我不失去我曾经拥有的这个政治上的权力 也就是说投票权 他们所说的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权力 他才会考虑会不会跟你统一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因为中国毕竟有自身的这个现实的情况 今天呢 这个刘鹤跟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这个签字仪式上也说呢 习近平信里也说 说中国有他自身的这个特点 有他自身的制度 所以呢 现在的政治上的进步呢 我们也知道大陆 不如他在这个经济上的进步大一些 也并不是说是非常开明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呢 会不会真的就像当初的一些国家一样 比如说是台湾的蒋经国呀 还有这个苏联戈尔巴乔夫 在这个政治上进行民主化呢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我们必须很现实的来承认中国民主化 真正的进行选举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为什么呢 大陆政府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这个台湾跟你统一 就做出这个制度上的巨变 进行这个选举 这种接近西方民主制度 大陆要很多的这个事情 很多方面他都要看的 而并不是说只看台湾 台湾呢 现在实打实的 说实在话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 而更主要的呢 还是这个稳定 或者说是经济上和其他一些方面的 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呢 并不是说通过这个民主化来这个进行选举 就可以产生的 也就是说大陆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台湾 而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风险 而且呢 苏联当时民主化的原因也是因为到了他就是即将崩溃的前期 才做出的这个妥协和让步 而中国呢 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台湾的民意 这个民意呢 其实也是依托于前两条件的 就是说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达到了 他才有可能民意上 大多数的台湾人愿意跟大陆统一 民意跟台湾领导人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真正我们假设啊 有一天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个民众愿意跟大陆统一的 那他们肯定也会通过首认选票 在总统选举之中呢 选出一个要求跟大陆这个统一的一个总统 所以这个民意也是比较难转换 起码现在过去二三十年呢 一直都是民意跟大陆越来越远 而不是说越来越近 假设这个政治经济还有民意全都实现了 那是不是就能统一了呢 也不一定 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外交 这个外交呢 说白了不是说看其他国家 就看美国的这个颜色 美国的是否同意 如果中国将来真的非常富裕 老百姓生活水平都跟台湾一样好 甚至更好 而且中国就算真的民主化了 台湾的民意也都压倒性的愿意跟中国统一了 如果美国还是不同意的话 那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领导人呢 还是有很大阻力的 甚至呢 有可能会遭到这个CIA的暗杀 这个呢 完全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战略决策中呢 通过香港来 通过这个台湾 作为一个棋子来 在这个第一岛链上围堵中国 到太平洋这个路口呢 他的这个政策呢 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台湾 他本身所处的这个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 也决定了 他是这个美国在第一岛链上 防着大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武器 所以到时候呢 除非美国同意 那美国怎么会同意呢 也就是一种情况 就是美国发生了像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样的苏联 就是有了大的社会危机 还有经济危机 他进行全球的一个战略收缩 才会同意这个台湾的民意和大陆合并 而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美这一场没有消炎的战争 中国必须是打赢 而且是大胜 而且呢 也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使得美国完完全全的 就是对中国大陆不再就有优势的情况下 才可能迫使美国进行这个战略收缩 现在呢 还很难看到这一天 起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是很难看见的 所以中国实现统一 两岸统一 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 经济 政治 还有民意 还有外交 这四点缺一不可 而这四点中的哪一点呢 想实现都非常难 好的 所以今天呢 总体来说 就是跟大家探讨了一下 大陆和台湾统一的一个可能性 武统的可能性呢 非常小 但是它再小 它也比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要大 和平统一啊 我觉得 真的是太难了 现在呢 只是嘴上咬着 不想承认自己的这个决策失败了 还是咬着我们要这个和平统一国两制 方针不变 但其实呢 我相信非常聪明的中国的精英阶级 中国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肯定也是心中有数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相信我这个不大的频道呢 影响非常有限的频道 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台湾的 这个香港的这些朋友 我从出国以来呢 过去这十几年吧 我也是思想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从最开始的 就是台湾人 你一说我们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 我当时也觉得有点不服气 但后来呢 设身处地的 以台湾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想一想 如果生活过得还挺好 我可以说是 小国寡民的一个心态 或者说小富 吉安的一个心态 现在还有一些这个 投票权还可以批评政府 那我有多少意愿 真的跟这个大陆统一 来支持大陆的政府呢 我一直把这个台湾的网友 当成是我自己的同胞 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都是炎黄子孙 当然台湾的朋友 把我当成同胞 这个是您的事情了 我一直希望呢 两岸可以求同存益 两岸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越来越好 最终呢 这个能不能真正统一 这个就留给将来的这个 未来的领导人来解决吧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